聖佐新聞室發布公布 教宗方濟國將會在3月25日 將俄羅斯和烏克蘭奉獻於聖母無點聖心 奉獻禮將會在聖八都六大殿的懺悔禮儀入面舉行 在花地馬 早前曾到訪烏克蘭的教廷政制所長克拉耶夫斯基書記 將以教宗特使的身份在同一日同樣主持奉獻禮 選擇在這一日進行奉獻禮有著深刻的意義 1984年的同一日時任教宗約望保禄二世 在聖八都六廣場奉獻俄羅斯於聖母無點聖心 在剛剛過去的三中經活動中朝聖者舉起一幅橫額 請教宗將俄羅斯和烏克蘭奉獻於聖母無點聖心 這個舉動可能引起教宗的注意 並要以一個強而有力的姿態 試圖和平結束這場戰爭